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哈 我是静恩 首先一起关注大柔佛封面新闻 圣诞节和新春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国内酒店业即将迎来入住高峰 马来西亚商务酒店协会 疏离总会长兼柔佛州分会主席 谢炳毅受访时就透露 12月8日开始学校假期后 遇上长假和周末时 酒店入住率出现明显上升 不过酒店尤其是国内商务酒店业者 普遍受到后疫情时代 员工出走新加坡 人手吃紧 营运成本高涨等因素的影响 令他们感到非常压力 他指出进入年底 国内各行业出现辞职潮 不少人选择到新加坡工作 酒店业就有10%的员工 离开原油岗位到失成就业 这对酒店业来说是一大挑战 他说若是连锁酒店 还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员工 但是小型商务酒店没有这方面的人力资源 必须想办法聘请兼职人员 但这并不容易 另外一些与商务酒店合作 负负洗床单与备单的承包商 同样面对人手短缺的情况 这也是酒店业当前面对的挑战之一 为了舒缓人手吃紧等问题 维持高效率收拾客房服务 一些酒店业者只好采取保留10%客房的方式 以进行灵活调动 此外政府将从明年1月开始 恢复向游客征收每晚10令吉的旅游税 将对商务酒店业者带来进一步的冲击 业者希望政府能展延和豁免旅游税 多一年至2024年 接下来换个焦点 罗伯州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 凯琳妮莎强调 厕所卫生对旅游业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相关行业业者必须确保 厕所时刻都保持卫生干净 他尽早在东甲县急霜劳务 推介东甲县壮丽柔州清洁活动时 除了在台上致辞 也不忘询问当地公厕及祈祷室厕所的情况 并表示自己随后将前往检查 他表示随着疫情缓解 2022年是提升柔州旅游业的最佳年份 柔州政府及旅游机构 已经通过各种计划和活动 来带动旅游业 这项壮丽柔州清洁活动 也将在各线署推行 以持续改善柔州的卫生情况 增加各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他补充在壮丽柔州计划中 八项旅游领域 即住宿、主堤公园、自然公园、购物、饮食、运动场 交通枢纽及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将成为关注点 最后把焦点转向古来 古来优美城一名46岁男子 昨天接获一通要求提升电子钱包的服务电话后 依照对方要求提供了自己的私人资料 包括身份证最后4个号码 以及电子钱包所绑定的银行资料 没想到他在短短半个小时内被对方通过电子钱包转账5次 损失436令吉 这名男子的姐姐王小姐透露 弟弟在提供银行卡资料给对方时 被父亲无意间听到 就询问弟弟为什么提供自己的私人资料 弟弟才意识到本身可能遇到了骗子 王小姐说弟弟之后尝试登入电子钱包 不过一直无法登入 他便提醒弟弟马上打电话给银行 终止银行卡的服务 同时向警方报案 他透露弟弟在半个小时后登入电子钱包才发现 电子钱包在他不知情下已经进行了5次转账交易 他希望通过公开弟弟的经历 提醒电子钱包用户提高警惕 不要提供任何私人资料给别人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新洲网